欢迎大家出席香港辩论超级联赛 月二组第一轮的赛事 今天的辩题是 与主题设计活化公屋街市不切实际 正方那沙书院 反方廖宝山纪念书院 现在我会先介绍双方的辩院 正方主辩 罗熙朗同学 一副袁正荣同学 二副杨光耀同学 杰变庄莉同学 反方主辩黄思怡同学 一副袁子晋同学 二副黄海佩同学 杰变程嘉玲同学 我们很高兴请到三位评判为今场赛事评分 他们分别是 中大粤语辩论队前队员梁国蓝小姐 保禄六世书院中文辩论队顾问老师侯耀雄先生 以及加密柏语中学辩论队黄文杰老师 本场比赛分主辩台上发问 一副、二副台下发问及结辩共六个环节 发言时间为4、3、3、4 反方主辩完成发言后 双方各有一次台上发问机会 台上发问完成后 正方一副接触发言 待反方二副完成发言后 会进行台下发问环节 双方各有两次台下发问机会 台下发问完成后 会进入结辩环节 除台上发问及台下发问环节外 每次发言时间结束前 30秒会有叮一声的提示 叮 超时15秒便会连续叮几下 叮 叮 叮 详细赛规已发布与各参赛学校 请问双方有没有问题 没有的话 现在先请正方主辩发言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如准备好请向继事员讲可以 可以 可以 叮 主持评判在座各位大家好 街市常常以方便便宜多元化建称 公屋街市当中的表表者 目标到像是收入较低的公屋居民 这几项在他们眼中就更重要了 固化街市可以分成两大类 主题固化街市和非主题固化街市 从2013年开始 香港的街市陆续进行翻新 然而 在2016年 从梁敬街市开始 有些公屋街市在座行固化过程的时候 它主张以主题设计来固化这些街市 根据机会资本公共事务及市场组家 无人指尖所说 在全门有外街市以同话为主题来固化的公屋街市 投资了过千万元 可见这些工程的规模之大 但细心看下这些政策其实不可能是不切实际的 因此我们今天衡量变题的时候 是应该考虑非主题固化街市和主题固化街市相比之下 何者更能够满足公屋居民的基本需要 而我方今天赞索变题原因有三 第一,主题设计装促养高额 公屋居民生活百上加根 正如刚才所说 公屋居民的收入低 一个实际公屋街市 理应能够为他们自身生活开支 然而主题设计来发生的公屋街市 除了基本空调、抽风设备 还会添加一大堆 只为美观而毫无策则用途的装饰品 这些装饰并没有到价值不菲 大幅增加翻身成本 而发展商为了弥补成本 将价值转加到租户身上 租户转成本转加给我们的公屋顾客 就以右外街市为例 为了要完成童话的主题之计 从收费高达五亿 对比只作翻身不着主题之计的 东涌虎东街市的2700万 续续贵了20倍 发展商将这20倍的策页增加到租户身上 最后就被逼提升物价以为持生计 问会宝曾就两只物价进行对比 以辣椒账为例 非主题赴东和营东街市售价都是15元 但以怀旧为主题是香港街市售价到18元 同为通冲街市 差别只在于非主题翻身和主题翻身 但后者物价就贵两成 无法贴合公屋居民追求便宜的需要 反问有方 公屋居民要么就捱贵送 要么就被逼去到另一区便宜点的街市买菜 如何称得上是贴合公屋居民的实际需要呢? 第二,一来艺人楼打卡 阻害居民的日常生活 公屋村的另一个特点就是人口密度高 一个街市不单要奉备公屋居民 跟着兼顾轮近的中产屋村 因此一个风淌附落的公屋街市才是最为实际 但主题资格街市偏偏就有极多 毫无实质用途的大型装饰品 就例如龙亨街市的正中心 有一条高3米的巨型宿礼装饰 本身就已经十分阻定 有例如长沙环的麗角街市 以货柜和图画为主题是美食街 吸引大量年轻人来打卡 但当街市当主也直言说 来参观的人又无帮衡多鬼愚 想问有方 街市多了些没帮衡的人 对当主来说实际是否实际呢? 第三,装饰其特难以清洁 衛生问题陷幼 而除了舒适便宜之外 作为一个兼顾起整个屋村的食材中心 龙亨街市的衛生就是重中之重 建议主题资格有更多装饰品 认装其特而且不规则 难以快速全面清洁 以清衣市场为例 各街市以海洋世界为主题 天花板布满一条条的甲鱼 极难清洁之外 亦容易藏污纳究 而下方的遇当又无遮无挡 为新问题陷幼 又以日东村以旧香港为主题的街市作例 市内外都挂满着万国其浪三足 商店上都设计成唐楼的模样 还有底衫和妈咽通 满天吊主题街市 和蛇虫鼠艺的主题乐园 想问有方 是否更容易滋身蛇虫鼠艺 叫做好实际呢? 最后想问有方 对公屋居民来说 这些相应越便宜越好 越贵越好 多谢各位 正方主辩所用时间为3分59秒 无过时 无需扣分 接着有请反方主辩 你有4分钟的发言时间 准备好之后 请向继事员讲可以 可以 正 主持平凡在座 各位 大家好 多年来街市的环境问题 一直被市民所咎评 根据香港英证文 新联盟于今年1月 发表的研究报告中指出 香港社会长期以来 对高屋街市情负面观感 市民普遍认为 高屋街市环境恶劣 为身限加灯光分暗 令人失去靠密意欲 以上种种原因 导致高屋街市逐漸没落 對於是否透過賦予主題來活化存在一定爭議 因此變態亦應安延伸 今天變態中所提到的活化 即是指維生現有涉及變身渾身的元素 而以主題設計是計劃中的一大主宗 為發展提到一個明確的光向 而實際即是需要實在地解僱目前家事的特體 今天我當唱會將活化主題定為現代化 無求更加適可保障到市民最基本的安全運時 在此之上提供更一周的設備燃遇市民的需求 活化工程會由政府外販建築公司進行 在工程完成後再加上房署管理 並且政府亦可為當主提供維生三年的過度 過度提供了提供計劃 建立5至15的租交 而要衡量今天的變態就要看一看主題設計 能否達至活化的目的 並為主題使全家設計得到增益 我方法裏面提供以下兩大原因 第一 讓高家市發揮本來的功能 功用 能夠安全地買送其實是一個市民最基本的需求 而活化周圍對準市民這個需求 實際地交替街市的隱憂 2017年中華街市地面層運營土的構圖 令長期未海鮮多的海水浸宿 造成大量的運營土剝落 許許多的放鞭鏡棕授食物團都可以失去支撐輪力 與此同時 街市的走火設備要欠缺管理 例如黃大師大城街街市就有當戶長期以行走通道作為放鞏 私人放鞏運擴展自走火通道 這些情況都會嚴重所有街市的實用性 令街市不切實際 因此我方倡以現代化為題 從生活化和規劃街市 最先選擇街市的安全隱患 以改善街市的基本安全條件 令市民買碗都不用擔心受怕 令市民更願意去街市 市民就會令街市更為實際 第二 令市民有更上一層樓的體驗 透過活法提供一百箱的元素 可以令到香港市民對優質購物體驗的需求 即完全指出 荃灣街市現已有超過80%的道府支持安裝空調系統 並且認為只是發生了外場避易實際 也不足夠 除了支持冷氣之外 在衛生問題上 黃大仙大成家庭秀莫平外的街市 就出現在老鼠懷勢 書庫檔早餐 無論環境還是衛生都不過關 因此我方倡以現代化為題 透過接觸冷氣 各線內部的衛生問題 令居民有一個樓口的購物體驗 吸引一些對生活水平更高一口的人 到街市購物 除此之外 增設防滑地板 輪椅有線設施等 也是有的8月1部份 根據慈善機構充設的問卷調查指出 自有8分之29的殘住受光 則認為自己會在無障礙社區 在街市當中真設無障礙設施 可以令身體不變的市民 可以在護法後得到更加的體驗 滿足更多人的需求 又再增加人樓 總括而言 現代化為主題 就是令市民在安全和心理需求 都受到保障的同時 有更加式的購物體驗而生的主題 最後請問有方同學 當今日我方方可以沒有事物的需求 又可以為家市本身帶為一個新的方向 以及原素 假如這樣也不算實際 請問有方何為真正的實際呢 謝謝各位 反方主辯所用時間為3分40秒 沒有過時 無需扣分 接著是台上發問的環節 先由正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反方主辯提問 發問時間1分鐘 雙方主辯準備時間1分鐘 回答1分鐘 所有時間結束前15秒有一丁提示 定之後由反方台上任何一位辯員 向正方主辯提問 發言時間同上 雙方均向對方提問一次及回答一次後 辯回到正方一副環節 請問雙方有沒有問題 請評判注意填寫台上發問分數時 請特別留意填寫次序 特別是反方分子 第一格依發言次序回答分數 第二次才是發問的分數 現在首先請正方 自由派出一位辯員 在台上發問 如準備好時 請說可以 可以 定 主持評判在序位 各位大家好 文匯報在2018年10月9日訪問東充居民輝哥 輝哥表示由於主題護法街市日東街市物價太貴 不少街坊都需要花一小時賜食 全灣陽屋度街市 及深水北河街街市 換取便宜的餐 想問有方 現在都看到的中充居民要到其他地方 想問右方的物價有沒有上升呢? 多謝各位 反方準備有一分鐘時間預備 多謝各位 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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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